啊 那我们今天做今天认为很简单 等一下 你给我的参考图是这样的 就是 你要让我画成这样 就是让你记下他们每个人的掌上的刻点 我不用参考图 我也知道他们长成什么样 好 开始了 好 你今天说一下奔跑吧 在你自己当什么样的节目 奔跑吧在我心里是一个充满快乐 充满力量 充满能量 以及能很多 偶尔一不小心 还会给你很多启发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是一个 维度很宽的一个节目 对 你可以在里面又有笑又有泪 耳朵说还会 还会思考很多人生吧 那个冬套里面 你最想尝试是什么样的游戏 只要不是画画 我都很愿意尝试 好 那你最害怕玩什么游戏 害怕的话 哎呦 我怕的心里太强了 老师们不要生气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兄弟了 相信兄弟做什么事 你们都会原谅我的 你们都知道兄弟的难处 我才在哪里 在拍我画画的老师不在戏 哎呦 这不太合适 合适 我要道歉 撕名牌最想撕掉谁 撕名牌最想撕点姚PD 为什么 擒贼 先擒盲 然后我们看你发微博 很爱发感叹号 你的感叹号 不同的各式有什么意义和区别 没有 因为我觉得文字它没有语气嘛 就对于我来说 感叹号就是很开心 很有能量的一个代表 对 然后现在今年同时参加这张卫视 中期的声音和奔跑吧 这两个节目其实都是有禁止环节的 你觉得就是这种胜负预论 我如果是单独竞赛的话 其实我不太有胜负 就是我觉得无所谓 都还好 但是我觉得天赐的声音跟咱们奔跑吧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有点像团体战 我真的要画吗 我的演艺生涯才刚刚开始 第八年 不太合适了 我画的声音 你一直是拿住的 你一直看 哎呦我这个 不准看 对 太愁了 我先声明我画的它们都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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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 是关于跑来的知识我答 我会给你吃选择 只是定童生是自己的选择 答错了 吃能能吗 我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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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录置 什么 我看一下 我来捋一捋 有彩点和 技术彩点 策划内容 录制 那录制当时 最后一个 录制当时最后一个 录点一定是第一个 奈 太棒了 哈哈 工作流程是首先是节目策划 然后是实地踩点 然后是有技术踩点 还有一些 节目录制拍摄 今年是奔跑的多次第几季 第十 第八年 但是是第十季 第八年但是第十季 答错 您帮我准备一下啊 是对的 因为 我因为他播的第一 你也要来参加奔跑吧 真的是 我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然后我们那一季是超歌来唱了 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这两个是怎么唱的吗 那就算是2014年开始播第一期 到现在2022年 那不是八年 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七年 十一 算一下四 第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哦 怎么会是九年 哈哈 重新来一下 四五六七八 啊 啊 哈哈 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二 哦 不行 越说越暴露我智商了 重新来一下 九年 但是是第十季 第十年 啊 第九年 第九年 对 九年实际 sorry sorry 九年对 九年第九年 好 好 接下来呢 是听歌时取环节 来吧 规则是拍错一首 要现场给原唱或者说 我是灵魂 对 给现场给原唱或者给自己发道歉 请信 因为又有点儿子的歌 是 好 好 好 我们开始放第一首来 你是人吗 无凑备 柠檬算成这样了 他在旁边 那我开始放了 几斤一首啊 一秒 一秒 没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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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孤岛的精 对吗 什么可能啊 你再短一点 你是不是1.5秒 喂 他那就是 再短一点 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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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唱版本 下一首啊 是个大提琴 首先 如果是我最近的舞台 改划应该就算你狠 是吗 你手速快一点 喂 真的一秒 一秒也没有那么短好吗 稍等 好 这前奏太明显了 下面这个前奏 等一下我赢了你是很难哭 下面这个前奏很不明显 停 娇人之歌 这首歌对这首歌我也很熟 我就一阴出来也知道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有很多首歌都是第一 哈哈哈哈 星渝也是 这首歌最近很好 哈哈哈哈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 你 就半个字 给我两个字 两个字这个歌名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前奏的 是人生直接出来的 我的歌里面 实际出来应该出不可及 出不可及 出不出不可及 好了放上 那是什么 那我们就公布答案了 你放两个字 对吗 这真的太明显了 放一个字放这 这首歌真的太明显了 这个是我自己 就是生日直播的时候唱的吧 这我就很明显来 就是说你很幸运 没有猜出来这一把 因为你后面也非常幸运地 能够跟原唱鼎鼎老师 在中秋晚会上合唱了一把 下一首 提醒一下 这个是我们跑男团成员的歌 不会是摇屁地的 跑男团里面 那跑男团里面 还有一位会出专辑 当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来 但是已经出了的 应该就是蔡徐宽老师的歌 那就盲菜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情人 对了 你听到我们属于 那下次有个机会 你听你唱到这首歌 哦有机会当然可以啊 好我们下一首来 下一首好 是什么歌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吵醒 一直在我旁边喝喝喝喝 是你自己唱的 给我两个字 我把这两个字放出来 这个歌名只有两个字 你把两个字放出来了 只有两个字 而且歌名还有这个盒子 还要说这不是个盒子 首先它是不是个盒子 它不是盒子 它不是盒子 这首歌 他看我们放出来吧 来吧 缘起吗 后来 我总算学 好那我们最后啊 请展示一下你画的画 来解释一下 这就是我画的奔跑吧 第十集Keep running的所有的MC 包括我们的姚PD 很明显啊 黑牛 很明显吧 但是看久是不是有点像蝙蝠俠 但是我尽力了 然后这个我真的对不起安老师 对不起baby老师 因为我想画它 因为因为我觉得 就是要把头发扎起来 然后还能够一直就那么的惊艳 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很考验 它就是所有 无论是五官也好 或者它仪态或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很难的一个发型 但是 我有印象是看过几次 baby老师的这个造型 都超美 觉得超级厉害 所以它给我的这个印象 这个头发 就很深刻 所以我画的其实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头发 的那个它 但是很明显画的有点丑 对不起 这个嘛就是豹子嘛 猎豹 点了一些斑点 然后这个就是 因为这是一条河流 对不对 河流下面有什么 有沙 所以这是沙裔老师 然后这个 其实我想 我是想画一个 因为它是很多人心中的 白马王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想画一个白马 但是因为我也画不出 它具体的身体 而且我画的所有的都是白色 所以我就加了一个 一个角 就有点像独角兽的感觉 因为独角兽给大家的感觉 也是很像 就有独角兽的感觉 也就是 就感觉就是很 很白马王子的感觉 所以这是 他才去困 其实画个菜也可以 对不对 对 画个菜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我画的一个路 应该超级明显 大家不会有余吧 真的白路老师 那我就不一样了 最后说我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秋千 秋千它会干嘛 摇 对啊 所以就是摇皮 哈哈哈 那我为什么呢 我呀 就是一个人 哈哈哈 奔跑吧 keep running 来喽 123 456 7 8 对 对 我是你涮蓝色的东西吗 然后这些刷子都一直刷 啊 是啊 啊 这样的 哈哈 你这个 我是那个圆的吗 胖是吧 就是第二个 胖的这个 第二个是 你的杯子 这个杯子 不是 丸子头是对你的 所以说了 哦 是丸子头啊 你看你没看是谁 啊 我知道了 应该是这个单杠吧 不是吗 说我是杠机吗 不是啊 那不是单杠啊 啊 不是单杠啊 啊 不是单杠啊 秋千 对 秋千 摇 摇 摇一天 你跟周深说你一天 周深 周深这个梗有点 着实有点冷啊 着实有点 嗯 过分 至少 其他人不管是动物啊 还是一个图案 都 就是也多少能看出来一点 我这个 嗯 不说了 下一次给周深穿小鞋了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谢谢周深 对 花我们